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335集 陆家人得知纳兰宇又怀了双胞胎之后 简直是沸腾了 老爷子更是高兴地 奖励了纳兰宇两亿多的陆氏股份 还说了笑话 说是担心他们家四个孩子 将来别养不起 所以就多奖励他们点资产 其他人可不乐意了 特别是陆友林 陆情怀的也是双胞胎 愣是跟在老爷子后面要家产 老爷子也不吝啬 陆情生下一对女儿的时候 老爷子就分了房子和女孩子喜欢的珠宝 后来陆悠悠眼馋老爷子收藏的珠宝 却被告知生了女孩都有奖励 而后陆悠悠如愿以偿地怀了孕 一心想要生个小公主的她 在十个月后正式宣布公主梦破碎 另一边 有人看着身边的朋友都当上了老爸 也按耐不住了 顾泽原本和顾水已经定好旅行结婚的路线 但由于压力重大 不得已取消了旅行的计划 至于是什么压力呢 当然是生孩子的压力 陆二爷家的大公子和陆三爷的二公子 据说还没有预定到合适的老婆 最后把这个坚决而重大的任务交给了她 要求她在两年内生两个小棉袄 给他们陆家做媳妇 这个任务不光是重大 还让她倍感揪心 至于揪心什么呢 陆二爷整天摆着一张 别人欠他一千亿的冷瓜脸 外加陆悠悠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大白 这两人交出来的孩子 不是冷瓜就是白痴 怕哪里能舍得把自家可爱的小棉袄 交给这样的男人 陆三爷的话 嗯 这就更加一言难尽了 除了遗传陆家的好基因 其他都是缺点 一张仇视所有人的冷酷脸 一双眼里只有老婆的花痴眼 一言不合就滚蛋的臭脾气 一不爽就带着老婆玩失踪的超任性 这些都不是最最最关键的 最最最关键的是 据说陆明轩小朋友 还是个混世小魔王 一岁就开始给人家小女生泡媚眼 两岁就歇人家小女生的裙子 三岁带着小女生私奔 吓得两家人以为孩子丢了 动用全程警员 最后 陆明轩小朋友 带着小妹妹在老爸房间里的浴缸里 睡窍窍 三岁就开始带女生睡觉 这 后来 陆明轩小朋友 理直气壮地说 老爸 老妈就是这样的 陆三爷特想问一下 你小子是不是把你老爸老妈用的姿势也演了一遍呢 顾则替自家小棉袄感到堪忧 与其选陆三爷家的小魔王 这还不如选陆二爷家的冷瓜或者傻白好 至少不会一言不合就带女生私奔 顾则将自己的想法跟处境都跟顾水说了一下 顾水听了之后只给他翻了个白眼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好歹发表一下想法吧 顾则被他这个白眼翻得莫名其妙 怎么感觉他一点都不担心 不紧张似的 顾水躺在沙发上 头枕在顾则的腿上 手里抱着医学书在看 被他这样一直在耳边叙叙叨叨 根本看不下去 他从沙发上坐起来 顾则同志 麻烦你能不能考虑点实际中的东西 我考虑的就很实际 那你一会儿担心你的小棉袄这样 一会儿担心小棉袄那样 请问你的小棉袄呢 搞得他好像已经有了小棉袄似的 顾则愣住 啥样 顾水丢给他俩子 从沙发上下来穿上拖鞋 准备去物色一下 午餐吃什么 可是 这刚站起来 手腕上一众 紧接着就跌进了顾则的怀里 顾水撑他 顾则 你能不能不要老师来突然袭击 哦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 顾水被他弄得莫名其妙 我哪有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是在提醒我 先把小棉袄 造出来再说 顾则突然带着他转了个身 将他压在了沙发里 长指不疾不虚地挑开衬衫扣子 露出了性感的锁骨 顾水翘脸刷的一下通红 目光像是被他那魅惑的眼神给吸进去了 怎么抽都抽不回来 那眼神 不仅仅只有对喜欢之人的迷恋 还有崇拜和骄傲 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他还发现 这个家伙最大的本领 就是把他迷得神魂颠倒 然后任由他霸占 顾则勾起好看的唇角 那似笑非笑 魅惑人心 射人心魂 他眯眸 压在顾水唇半 故意探出舌尖 从他唇角掠过 暧昧地开口 知道这样 看着一个男人代表什么吗 顾水一颗心乱了几拍 耳根子都红透了 目光飘来飘去 不知道落在哪里才好 什么 顾则将额头抵在他额上 清风细雨般地 吐出了两个字 是以我 你少臭美 我才没有 顾水羞难地抬不起头来 难道你心里 不是这么想的吗 顾则歪着头 找准他的唇 清了一口 顾水一个恋爱小白 哪里惊得住他这样的辽薄 已经被他弄得不分南北了 双手压在他肩上 小小的力气更像是打琴骂俏 走开 走不开了 顾则歪住他的唇 含住 他稳计超高 很快就把顾水弄得喘气都不会了 顾则喜欢这样逗弄他 看他紧张又窘迫的样子 顾水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顾则 走开 压着我了 我知道你喜欢在床上 沙发上 吃着不开 顾则抱紧他直奔楼上 但是还没上楼梯 门铃就被摁响了 顾则超级不爽 谁啊 没有人回话 可门铃却被摁得直响 顾则咬牙 谁他瞄得这么会挑手 选择这会儿来 哎呀 你去看看吧 顾水已经从刚才的迷离中清醒过来 从他怀里跳了下来 顾则在他唇上闻了一下 又露出痞痞的笑 去床上等我 衣服留着 我来脱 顾水瞪了他一眼 红着脸转身进了房间 顾则一边扣着衬衫扣子 一边去开门 心里还在滴皱 如果不是天大的事 他非要把来人给一脚踹飞了不可 可刚一拉开门 顾则就愣住了 眼前站着一名打扮超洋气的年轻女人 一头夸张的金色卷发 脸上挂着个超大的墨镜 涂着樱桃粉口红的小嘴里 嚼着口香糖 耳朵里塞着耳机 一身连衣短裙露出血白的小长腿 性感又风情 顾则将对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 十足一个小太妹呀 莫名古屋